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我说怎么现在出现一个新闻标题 就是石教授联名上书要救世 然后呢这个什么媒体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哎我先但是挑头的挑头闹事 这就是你 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 对吧 我先问一个无聊的 说中国人喜欢凑数 就这这两年老出现什么石教授石博士 你为什么是十个呢 不是九个不是八个呢 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点误解 我们只是几个教授啊 写了个建议 那么这个建议呢 严格说呢是在11月初的时候 有个华山论见 华山论见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陕西的同志呢 每年有个论坛 他叫华山论见 也是谈资本市场 我知道差点找我去主持 所以叶谭也去了 所以那上面包括贺强教授 李隋起教授 我们都在那 谈当中大家就发现 这个资本市场当前的低迷啊 实在看不下去 因为影响中国 抓住美国啊 这个金融危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所以大家就想 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就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写篇文章 而且当时感觉到说 美国这个金融危机 他有经济衰退 有这个经济虚拟 经济泡沫过大破灭的这个因素在里头 他是坏孩子 这是始作俑者 咱中国现在所有的指标都很好 因为整个我们的货币体系 股市体系 银行体系都跟他是独立的 他不像欧洲这些国家 澳大利亚加拿大 这G7这几个国家是一损俱损 欲融俱融 我们这相对独立 而且我们这几年的经济成长也都不错 30年是9.8 是吧 我们这未来有股市产生这18年 基本上也应该是在10%左右 这个数字 我们上市公司业绩也没有出现大面造假 政治祥和 没有金融危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 为什么跌的比美国还惨呢 一年缩水70% 最高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财政有钱 银行也有钱 美国是没钱 政府老得往里住 咱们这银行啊 今年三季度总资产60万亿 这是破纪录了 居民储蓄达到20万亿 然后呢存贷差这银行放不出去的钱就15.7万亿 这是三季度的数字 财政钱也多 去年2007年股市涨得也快 有人说是泡沫多一点 但咱们财政也特别好 财政呢 基本上是5.1万亿 比2006年多了1.1万亿 超预算收入就7000多亿 今年就这种情况 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经又实现4.9万亿了 所以全年下来6万亿还是没问题 财政也有钱 但是股市还是不好 但是股市就还是不好 这老百姓的钱现在都还要往银行里去 今年储蓄回流竞争就4万亿 所以你说这扩大内需你看这情况 他们问我现在怎么投资 说现在那个利率下来了 要不要再往银行去 我说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现在还是要有部分资产 你往银行去 要不然你没办法 你现在股市这么低 你财富效益完全没有了 是 现在的问题啊 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完 就是讲咱们对指标这么好 但是今年这股市啊 它对指标这么好 美国人干了咱们资本大国了 去年比美国的IPO融资还多130亿美金 这个第一这个大国 怎么这今年这暴跌的厉害 原因指标也都跟美国情况不一样 怎么跌这么厉害啊 所以在华山这论见 这论坛大家就说 咱这个下跌可能有内因 所以从这内因这大家就想到 当然大家也谈到 这一年以来的宏观调控 因为我们也怕股市这个泡沫太大 有些政策上啊 包括去年530的印花税啊 包括今年平安保险再融资 那1600亿 哦那个很可怕 是个核待 很可怕 嗯 说这个话题要谈也就特长 亏得老百姓把这平安保险的1600 给拦下来了 老百姓拦下来了 拦下来了 不投啊 这个平安保险最后还拦不住 自己投了差不多有238亿吧 所以他现在要找人家政府 去算账去了 关键是这个20欧元一股买的 现在可能上次算是8毛2亿股了 嗯 这200亿没了 但是现在人家还歧视咱们平安 所以咱平安就说咱得找政府 关键时刻 我们中国政府后边撑腰 我们得 你不能歧视我们 可是你歧视也就8毛2了 你这8毛2再要不回来 那还行啊 因此我们才谈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股市这么暴跌 这些外部形势又这么好 跟美国都不一样 要把这原因都归到美国次贷上去 这有点 稍微有点偏提了一点 咱是不是多找找咱自己的原因 就故事为什么 咱现在看来这事啊 也受到猛烈反对啊 这这这这石教授 我看那一个评论 什么马光远博士写一评论 这话说的还挺刺激的 还是一开头就说呀 说这个虎 不是不是不是一开头 结尾就说了 说这个老虎狮子都是独往独来 狐狸才成群结伴 就讽刺你们说 干嘛非凑十个 十个教授 但是他主要 我觉得 我跟你谈 这问题我刚才也没说完 问到 就是说当时呢 这里边也巧 还没回答你这十个 那我们就 那我们身上就 我们有四个人 当然叶谭他不是教授 回来以后呢 就是这一次是正好 我们写当中就发生了 中央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 这十条措施要出手要快 出拳要重 那么这里边的关键 大家就觉得 如果能够把股市的启动 作为切入点 那就把实体经济 和金融经济的结合 就呼应起来了 因为你这个四万亿 这个扩大内需啊 你光靠政府财政资金不行 他搭台得靠民营资金倡系 民营资金就包括 这个外资 包括长期投资 创业投资 证券投资 等等了 那这部分人都追求 退出几支 要有流动性 要有资本市场做依托 再加上要拉动消费 老百姓的财政财产性收入 你得你得能跟上他才能消费啊 但是这一年啊 基本上这二十万亿没了 我在他们这些信里啊 看着一句我周围炒股的嘛 我比较关心的话 说现在中国有八千万到一个亿 新兴中产阶级 实际上已经陷于股灾之中 呃这里边当然所以我还是在说 就是就是这个话题呢 远远拖出了 只有资本市场 或者说上市公司这样一个微观面资本市场面的话题 涉及到中央扩大内需问题 他有财政 有金融 像谷改大小飞的问题 有法律 也有经济的测算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就很多个教授从不同的层面来论证这个报告 你比如大小飞的问题 你说自说 那你法律依据是什么 那我们都有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实施的报告 因此大家看到的有些疑问 他并不准确 那么你说这里边是不是啊 是不是说说说这个说这狐狸 这这这狐狸老虎 那这狐狸老虎 如成群结伴时刻 狐狸的成群结伴 这里边呢 其实在国外啊 就是我们说经济学家也好 教授也好 对国家的一个政策 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响应也好 或者建议也好 这是非常普遍的事 我倒是辩解一下 就是说 其实当初那个提出 就什么雷曼兄弟啊 当初美国救世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减税的时候 美国动辄是上百万那个 经济学家 哦 147个 147个 哦 那胡得更多 那那胡 这对 这个他对更大 我认为啊 你说这数 其实我们也还真没怎么想过 但最后大家凑到一起 基本上跟教授 大家议题因为需要写这文章当中 不同的角度论证 而且大家都是熟人 所有就问到的教授都都同意 说就咱们这都认为有必要 但是当然在写当中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过技术性的观点 比如说时间锁定锁定 或者说这是怎么提法 这可能有 但是观点都一致 其实 我看这个好像贺强 是不是还写了一篇文章 说是其中关于这个大小飞的观点 也不是他的观点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网易财经的记者啊 今天已经给贺强教授跟我 全都做了 他都做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澄清 他这个报道 他是他写完之后 他就出差 编辑在编东部属时 所以他已经做澄清了 这里边所有的这个观点 基本上都是经过大家讨论通过的 那行 我待会儿啊 要提出一些反方观点 可以论辩论辩 可以 枪向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就给你讲这反方观点 说这个石教授 石狐狸上书 不是旧事 而是毁事 马光源讲 他正好啊 也可以帮观众了解一下 对 他说呀 纵观十大专家的建议 核心观点无非两条 一是将中国股市暴跌的根源 归结于大小飞 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就是你们提出 通过大飞自锁 就大飞锁定一个价格 小飞分割 我看还是分成大的小飞和小的小飞的方式 限制大小飞的流通 第二是设立凭准基金 为股市注资 推高股市的指数 挽救中产阶级 但是他认为与事实不符 因为中国股市暴跌的真正根源并非大小飞减持 而是因为前期的非理性的暴涨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基本面逆转的必然结果 这事你们就不一样了吧 这个完全 其实马光远先生的文章 以前他的文章我也看过 其实他其实在南方都市报上发的那些文章也反对政策事来着 但是他也主张应该就是 其实他这个文章里边前后逻辑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的文章我还是看的 那么其实他说到那个大小飞的问题 如果说大小飞不是主因的话 那我们就很难理解 比如说整个股市还是在反弹的过程中 为什么海通证券连续跌停 就是因为大小飞大小线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12月份海通证券还会继续跌 而且所有涉及到大小飞大小线的股票 为什么每个财经网站都要把本月大小飞的公司全都列出来 大小线公司列出来 大家碰到这种上市公司就避而远之 就根本不去炒作它 这是为什么 可见大小飞大小线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已经成为股民的心头之痛 再一个他就讲 就是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建立中国的什么股市的民主 这个让股市更加制度的这种改良 而不是说我们又用这个政策去救世去人为的干预 对这个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啊得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 首先呢就是说中国的股市我们没有说过6000点 它就是一个好现象 我一直认为6000点也过高了 但是你跌到1600这什么事干不了了 所有功能都损失了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宏观面跟微观面 刚才我都分析了跟美国不一样 它跌40多你跌72 那这里边你为什么这么跌 是吧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跟美国的外部环境不一样 我们由于独立各方面的指标现在看来有影响 但是从国际的几个比较大的国家来看还是最具比较优势 所以国际上都认为我们是领跑者一个亮点 那么因此我们暴跌的原因 现在市场上我们就说舆论的呼声普遍谈到大小飞和大小限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它一流下来是因为股改的时候 当时由于提出的单一的送股的股改模式 说十送三送完了 那大小飞就获得自由身亡 但是当然我们有个索一扒二的政策 送完股之后你还不能出来 所以它有个假象还在往上涨 12个月以后 你就可以流动百分之五 24个月以后流动百分之十 36个月能百分之百流通 这个大小飞的划分是百分之五 如果你持股超过公司总股本百分之五叫大飞 反之叫小飞 那你这样的话 中国就是出现了在股改之后这个概念的争议 什么叫股改 以为送完股就完成股改了 其实不是 那股民你拿到实惠走了 那大股东他的自由身的获得是三年以后才释放 所以第一家股改是三一重工 2005年6月完成之后 那么他要完成股改 那是2008年6月 中国整个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是基本上2006年底完成的 所以中国的股改后是2009年底 这个期间都是不断的释放过程 而这个大小飞的成本又很低 一块钱一股 有的卖了之后一块钱都不到 所以你股市你再跌 他还是有钱可赚 如果他没希望他还抛 那么在这之后还有一个概念 就出现一大小限 这也得给你解释 大小限叫限售股统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波 就是我们搞完股改了 什么时候就没有股权分支了呢 就出现一新老话段 这个日子在2006年的5月18号政策出台 中国今后再发股票 大概就是全可流通的了 所以从22号 当月的22号 第一支股票中中国际就开始发了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宣传 我们没有宣传说股民们 你可千万再买股票 别按股权分支的时候那适应率买了 因为全可流通的股票的适应率 这个风险是在他IPO的适应率这开始释放 一般正常像香港 给你8到10倍的适应率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就知道 他马上他再出来就不打招呼了 鬼子就悄悄进庄了 没有10送3 没股改了 一年以后就流动 大限三年以后就流动了 你没有宣传 所以导致你今天要问股民 你知道那个5月18号什么日子 没有人回答上来 稀了糊涂又高价 入市 平均298只股票 30倍适应率 最高的一只99倍 那你99倍今天突然发现 这一批股票原来也是一块钱左右一股进来的 咱们都花十几块 甚至有几十块买的 他们说流通 进庄就进庄 不打招呼 那大家就感觉咱们得跑 而且这个数量 股改熟的大小飞是4770亿左右 现在加上这大小线从香港回来的大盘股 现在一共是1.26万亿股 现在还有1.18万亿股没出来 中国上市公司1600多家 总股本是1.8万亿 现在还有1.2万亿左右 是1块钱一股的 再跌500点 800点 他照样有钱可赚 你这害怕 是不是股市计算机啊 怎么能计这么多数呢 就咱们就 我是研究 所以我得跟这马教授 他要跟我 上去 我们俩应该真切磋一遍 是吧 他这个观点他不赞成 就是我是说 他没有遵守这个规律 就是我们当前面临股市下跌 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股市跌的太厉了 你也看到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证监会也很努力 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 对症下药 让我们的股市起来 才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那个文涛你知道一个 那个就是玉气市场 我为什么支持这个大飞自所 除了那个刘老师说 很多其实上市公司的大飞 他支持自所 因为你看玉气市场 你到缅甸去 它那个玉石 里面可能是石头 可能是玉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如果你手上的玉石都是玉 都是好玉 这时候你愿意怎么样呢 剖开来给大家看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卖一个高的价格 那整个市场流通成本就小了 交易成本就小了 那么大飞自所就相当于 大飞我把这块玉剖开来 给你看 我自己认为我值这个价 大家来看值不值这个价 对不对 那交易成本就一下下去了 如果是那个呢 如果是这个一个不诚信的市场 大家都是谎话连篇的这么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破鱼 对 就整个石头就混裹着 乱七八糟的就卖给你 然后呢 这个你有可能运气特别好 白里挑一买到一块鱼 但是99个是石头 这时候呢 价格很便宜 整个市场价格很便宜 比如说一块钱两块钱 像大小飞那种成本 结果呢 整个市场流通的交易成本特别高 监管成本高 交易成本高 谁的跟谁都互相不信任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好的公司 愿意自锁的公司 自锁 让愿意现金分红的公司 现金分红 这时候这个公司 他告诉你 我是好的公司 我现金流充足 我愿意给你投资者支付对价 我手里的是玉 不是石头 所以我支持大飞之所 大飞之所 就相当于我提供一个价格 告诉投资者 明明白白的告诉投资者 我大飞认为我的公司 值这个价 如果不值这个价 市场就推不上去 那大飞的话就会破产 对不对 他也到不了 但如果是到了这个价格之后 投资者跟大飞都能获利 好 那听上去你是支持的是吧 对 你第十一只狐狸 现在出现 枪枪三线形广告之后 你说这我想起香港立法局里的争论 这最近香港也有一员就说呀 说这个比如炒股的 你自己要赌 你自己投机 赚钱了归你自个儿 没钱了 你让政府救 他认为这个不合理 就是那那跟你的这个该怎么解呢 不是我就讲呢 这里边啊 他说这个大飞之所是政策式啊 这是误解 这是大飞自己愿意 因为这么暴跌 我现在卖 我也是亏的 所以我也不想这么低的价格卖 但是老百姓就觉得呢 我要考虑最大风险 你已经获得自由身了 明年还有六千亿股出来 后年还有四千亿 那我不得不考虑最大风险 这叫竹竿打狼两头怕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披露出来 大股东说 我告诉你们 我要我要减的价格 我告诉你们 不到15块 我不会减的 我提个议案 现在才8块 那这个股民当然肯定会通过啊 所以就知道了 他到什么时候才会减 到15块 你就知道了 他要抛 你就先跑 他一抛又跌到15块以下 他又锁定了 所以又是抑制过度投机上涨 又能防止股民老担心 大肥会出来 多好 这就是个信息披露 我问了21个公司老总 一旦了解了什么叫大肥自所 他都愿意 这你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政策 是大股东首先愿意 他要形成一个合力 而且我们中国的股份公司 是一股独大 国资委管的股份公司 是852家 这852家都是国资委的 我们也可以号召一下 那么调动第一大股东的积极性 维持资本市场稳定 现在到了太低的程度了 刘老师说的都是好公司 他才愿意呢 如果我是一家烂公司 我肯定不愿意 好 所以这个自所是三个环节 你自愿参加是自愿的 坏公司他都不愿意参加 你不愿意参加 那你就你就不参加 你就等着成先 所有人都知道你 这小子才是狐狸 他根本就没有 他随时都会跑出来 所以咱别买 你要定20那边20跑 你要定10块 大家都知道这条线 你要出来了 这让大家选 所以价格也自选 你锁定的时间 三到十年 你也可以自选 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证监会 给这样自锁的公司 给一个再融资的绿色通道 一下大家积极性就起来 就像把现金分红 跟再融资挂钩挂在一起一样的 最近证监会也听从了一把名义 就是他那个现金分红他分了 然后跟再融资挂在一起 那这个上市公司就不得不现金分红 投资者就得到实惠 其实这个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蛮近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这些人讲话 要到实地道中调研一下 大飞怎么想的 我是调研的 我跟国自委同志也接触了 大家都觉得这是符合 所有的那些建议 大家可以多赢的 这没有这么 我对这样的人